欢迎收看《家国纵横》,我是慷慨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超过一年 各国政府针对疫情大力资助学术以及科研机构进行多项研究项目 其中,多伦多的约克大学与中国武汉大学以及瑞典的公共卫生专家 携手合作的项目已经完成了第一年的研究调查 他们有哪些新的发现? 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民众对组织包括医疗机构、媒体以及政府的信任 还有不同族语之间所产生的误会及歧视等方面 他们又有哪些新的数据和结论呢? 信任是什么?相信对方是诚实、正直可信赖的 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 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便要实践政策上或道德守则、法律上以及有关的承诺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超过一年 约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吴志明教授去年便获得政府资助 针对疫情进行调查研究 就是要探讨疫情下三种信任 研究主要的几个目的 一是研究中国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看待中国政府 对这个疫情的这种比如说反应和管理的能力 对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表现的一个评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老百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人与士气之间的信任 对这个疫情在中国的传播有什么影响 然后这个数据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做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广泛的关注 比如美国的这个国家电视台也报道了我们的研究 然后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 然后英国的外交学家报纸 然后另外这些报纸也关注了我们的研究 他们研究的是疫情当中三种信任 第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第二种是人对组织 包括政府、医疗系统、媒体等 这种被称为组织信任 第三种是种族之间的信任 例如白人与亚洲人之间 各个种族之间的信任 过去一年的研究结果 一是就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就是强调这种信任 三种信任对这种疫情的控制的作用 然后我们已经在这种研究杂志上面 发表了三四篇文章 关于信任、社会资本、人与政府之间的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对疫情的控制的作用 我们已经发表了很多 可以关注的研究结论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也在研究 这个疫情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人与政府的信任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有这种 working paper 就是还没发表 但是已经有草稿的研究 吴教授指出 去年三月时 他们收到本国政府大约17万家元的资助 支持对新冠疫情的研究 过去一年 他们的研究团队在本国和中国都在收集数据 而中国方面 去年四月份所做的问卷调查 是与中国多家高校十几位老师合作 每位老师也各自招了很多学生 共五六百人参加 最后收到一个全国的网上样本 大约两万五千份 所以此项研究也有中国民众参与调查 他们曾经在本国通过寄出明信片的方式收集数据 让市民在明信片上找到相关网站链接 自愿者可以登入网站完成问卷调查 并以抽奖的形式鼓励民众参与 然后呢在这个疫情过程里面 亚裔的心理健康 当亚裔在网上看到比如说一些视频 攻击亚裔的人的时候 这种视频的发表 对世界各国的亚裔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也是很深远的 所以但是在研究这一方面是很少关注到这种 见解的在网络上的这种视频的传播 或者说推特 Facebook在攻击亚裔人这种网络啊 视频的发表对亚裔群体 世界各个角落亚裔群体的健康的影响 这研究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下一步将继续挖掘数据 去研究这种网络上的这种视频 种族视频 攻击视频的发表 对亚裔群体的健康的一个影响 他们的研究发现 本国政府的表现对民众的信任有提高的作用 而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已大幅度下降 在过去的几个月 疫情对民众所产生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影响 其实比较小 特别是在加拿大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是保持稳定状态 不过人对特定社区群体这方面 信任就有所下降 在加拿大我们已经开展了两次的文件调查 第一次是在5月份 4月份 然后呢 最近一次是去年年底的12月份 在加拿大的研究 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个 这个疫情对 比如说种族关系的影响 因为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加拿大 美国 欧洲 这个前世界范围内 就是说这种反亚裔 种族歧视 就是这种 还有就是种族攻击 比如针对中国人 东亚主要是长得像中国的日本 韩国这种东亚人 有经常有大规模的 比如说种族潮视犯罪 或种族攻击 然后我的研究就是说 在亚洲人在经历过这个 种族歧视过程里面 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 然后呢 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说在pandemic 在这个疫情之前 无论是加拿大 还是美国 亚洲人的心理健康 都是比白人更好的 但是在疫情之后 亚洲人的心理健康 比白人表现得更差 而很大程度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们面临的各种歧视 无论是直接的 还是间接的 在网络上媒体上 看到的这种种族攻击 种族仇恨的案例 对他们的心理健康 影响是很大的 有很消极的影响 比如有些人 我们也访谈了一些 这种被亚洲人 经历过这种种族歧视的 比如他们看到了 这些种族攻击案例的时候 他们比如晚上会睡不着觉 或者呢 他们比如说白天不敢出去 或者不敢出街 因为担心被人攻击 而特别是女性的 亚洲裔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 所以这是我们在美国做的 和加拿大做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一个关注点就是说 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怎么样影响整个关于这个疫情的一个反应 我们之前说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信任高的话 他比较会会比较愿意 比如去勤洗手啊 或者说做这种social distancing啊 或者说比较少出门呢 或者说比较愿意戴口罩啊 这些行为这样的话会带来对病情的控制 疫情的控制有积极的作用 然后呢 现在这个疫苗到来之后 现在我们加拿大已经通过了好几种疫苗 就是说有些人是愿意去打注释疫苗 有些人是不愿意 然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预测的变量 就是说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的信任 主要是institutional的 政府的信任 对科学家的信任 还有对这种所谓的健康 这种医疗机构啊 这种啊 这种医生的信任 这些信任这种 我们叫它体制内的信任 他们的网站在过去一年 转载了很多不同媒体对此研究的报道 也发表了很多研究 不断在更新资料 还有各种链接 带到他们所发表过的研究报告 或媒体的新闻报道 呈现初步研究成果和数据 我们研究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 为什么在这个疫情里面 全世界范围内 对亚洲人 对中国人 有大规模的攻击啊 反中国人啊 然后呢 把这个病毒说是 China virus 就是中国病毒啊 或者武汉病毒 是有一个这种污名化的一个过程 觉得中国人 反中国 或者说中国人的这种饮食文化啊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很肮脏 然后呢 因为这些带来了这种病毒的传播 然后呢 很多中国人亚裔的 亚裔的 这个加拿大和美国人 他们都被称为这种 coronavirus 那个NBA打篮球的 那个Jermyn Lin 也被在球场上 被说成是 coronavirus 我们这个团队包括 瑞典 中国和 现在也有美国 也有这个 在加拿大也有新的一些学者 包括UBC的同事加入 然后呢 澳大利亚 也有同事 因为澳大利亚也面临了这种 反中国 反种族 反亚裔的这种歧视 所以澳大利亚也有研究者 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最近的一个研究 就是研究 这种 在土生土长的亚裔 和从别的国家移民进来的亚裔 他们对这个 这种种族歧视的感受 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发现就是说 当地出生的亚裔 和相比在 比如说中国 日本 或者说 韩国 移民来的亚裔 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 当地出生的亚裔 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歧视 然后呢 从外面移民进来的亚裔 他们对 这种歧视的感受相对低一点 可能对他们的影响 也相对低一点 然后我们的解释就是说 就是说当地出生的 他们可能对这个 种族歧视比较有认知 比较sensitive 就是比较敏感 然后呢 也相对来说 比较在乎他们的这种 这种关于种族的身份 所以相对来说 对他们 他们当他们经历了 这种种族歧视之后 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吴教授表示 希望该项目到本年底 便告一段落 并提交相关的报告 下一个目标 将针对疫苗的进展 再做调查研究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各位观众如果想重温的话 可以登陆城市电视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当中 加国纵横的链接就可以收看 我是慷慨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